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听98新闻台98法律事务所 我是吕秋远 那么今天是104年9月19号星期六 听说这两个字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好用 不过这种听说 其实常常会造成很多人程度不同的伤害 为什么这么说 是因为说我们常常会在 不管是在日常生活的八卦 就是茶水间里面 同事之间的聊天 或者是家人之间的互动 甚至于网路上我们看到某一则消息 网路上谣言最多了 网路上常我们在脸书上 或是在一些其他的 我们讲说所谓的转贴的文章当中 会看到很多很多的听说 那么这样的听说 如果加上一些文字的论述 往往会变成好像 真的有这样的事实一样 这时候对于很多人来讲 在看到这样的讯息的时候 不知不觉 可能会去转贴 甚至会把这些东西再度的传输 那等到传输到某一个人身上去的时候 其实对于这个人来说 造成伤害可能就可大可小 如果这个人他很在意 他可能会觉得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 那当然我们常会安慰人家 说不认识你的人 其实他讲你什么那也不重要 那认识你的人讲你什么 如果了解你 其实也不重要 因为他其实不会讲你怎么样 他知道你嘛 不过这种话 大概就是安慰人心里用的啦 有时候听到还是会很气 就是说 怎么可以传成这个样子 或是说怎么可以说成这个样子 那当然这时候在法律上 就会有涉及到 我们刑法所谓的 妨害名誉的罪嫌 那这个妨害名誉的罪嫌 事实上来讲 在刑法里面 它是一个罪章 罪章的意思就是说 它是一个概括的名称 叫妨害名誉及信用 它底下有几个我们比较常用的 那我们过去曾经提到过 像很不常用的叫 污辱诽谤死人罪 这个污辱诽谤死人罪 其实一般来讲 很少很少用到 过去最有名的就是 曾经有一个案子 是诽谤韩玉的先人 就是诽谤他的先人是韩玉 就是唐宋八大家的韩玉 然后因此而引出了一个 我们讲说司法上的判决 非常有意思 那么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去诽谤 去侮辱死人 已经死掉的人 那这个时候其实在法律上 也是有所谓的刑责的 只是那刑责非常轻啊 就是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罚金 但总之那是一个罪 这个罪非常少用 大部分目前我们常用的是 公然侮辱跟诽谤 那么公然侮辱跟诽谤 我们在过去也讲过 我简单再重复一遍 有些听众朋友可能 不太能够理解说 什么是公然侮辱 什么是诽谤 公然侮辱 其实它就是 我们讲说 直接用一个形容词 或者直接用一个名词 去指涉 让这个人感到被侮辱 而且是在公开场合里面 这个叫公然侮辱 比如说就是用动物啊 或是用不雅的文字 或是用 就是等于是 贬低对方的一种字眼 直接去攻击对方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就是叫公然侮辱 那另外一种诽谤就是 我们刚刚讲 如果你也听说 通常如果你也听说了 一些事情 那这个事情可能 涉及到别人的隐私 或者说 它涉及到的是 不实的事项 这个人呢 他没有贪污 我们说他贪污 这个人他没有做坏事 我们去外面到处讲 他做坏事 这个人没有 没有第三者 没有小三 我们硬说他婚姻不幸福 这种情况就叫做诽谤 换句话说 这个公然侮辱 它比较接近是一种 情绪性 直接跳出去的用语 那诽谤的话则是 呃 其实我们讲心机 比较深层也好 就是说他讲的东西 比较 呃 等于说比较多 然后比较具体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 再又分成用口头讲 或用文字叙述 或者图画叙述 如果用口头讲的 我们就是一般诽谤罪 如果用文字或图画去讲 因为文字或图画 比较会流传到 其他地方去嘛 如果我们口头讲 比如说呃 我跟你讲个秘密 你不要告诉别人 通常听到这句话 这个秘密 很快就变成不是秘密了 因为听到的人说 你不要告诉别人 他通常一定会告诉别人 所以 呃 当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 这种叫做诽谤 我们把这些故事都讲一遍 而这个故事是不实在的 好 比如说 我听说那个某某人 他有收贿 而且呢 收的钱大概是多少 那么 而且呢 他因为收了这个贿 还做了什么坏事 我们去跟某个人这样讲 那么跟某几个人 到处这样讲以后 讲完以后 那个人可能就跟 跟别人讲了 哦 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是 比较涉及到诽谤 那如果是用文字或图画 我们写成一篇故事 或用 呃 漫画的方式 或用画图的方式 那 以这样的方式去 告诉别人的话 那会比较重 这个叫加重诽谤 好 那这两个区别 我们搞清楚之后 其实就 比较容易去判别 我们日常生活中 看到的一些法律案例 或者说周遭发生的事情 会很容易判断 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看到别人在吵架 那个吵架通常都是公然五路居多 我以前听说一个 一个笑话 那那个笑话我在过去节目上 那个 没有提到过 他那个情况就是 在广委会的时候 投票 广委会大家都会吵架 那吵架的时候呢 呃 就是 投票嘛 要投委员嘛 那其中有人就用闽南话 跟他讲说 你投啊 你投啊 那你投是 闽南话讲 你投 就是投票嘛 那个闽南话讲起来 你投啊 你投啊 那可能他讲话 有时候讲得比较快 那对方听不懂 其实有录音啦 然后录下来就变成 你投啊 你投啊 那就变成他在 那个当事人就觉得 你在侮辱我是猴子 搞跟倒听起来有点像 他就把这段录音 提到地检署去 假官也真的起诉了 起诉到法院去呢 法院就把这段录音 分隔定放 慢慢一句一句听 听到的结果就是 他其实在讲的是 你投 你就投嘛 不是骂他 你猴 所以这后来 这个就无罪判决 因为这个案子 告诉我们就是说 其实日常生活 常常出现这样的吵架 就是你在跟对方讲说 你是什么样的动物啊 或者你怎么样 那个往往是 一时情绪出来 所以从刑者也看得出来 公然无辱罪 刑者很低 他大概就是 拘役300元以下罚金 可是呢 如果是诽谤罪 他判得比较重 一般诽谤是一年以下 如果是加重诽谤 那这两个不同的差别就是 因为我们人都会有情绪 有时候跟对方吵架的时候 难免会讲出一些 比较令人家生气的话 那这种生气的话 可能我们刑法上 要苛责 但要苛责到什么程度 就不一定 如果说是 一个故事 或者一个具体的事情 通常要讲出来 他就要经过一个生世熟虑 或是说其实就只是 满足人爱八卦的特性 但不去查证 这个时候讲出来 法律上对这个行则的苛责 就会稍微比较重一点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说 法律在衡量 每一个犯罪行为的时候 他都会有特定的考量 那所以我们刚刚讲 如果听说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呢 谣言止于智者嘛 所以我们能做的是 通常我们会希望说 可能去查证一下 现在网路其实很方便 可以让我们接受到各种讯息 可是网路同时 也可以让我们 有办法去查证 那怎么查证呢 当我们要讲这些事情的时候 最好的方式就是 跟本人查证 那么跟本人查证之后 这种听说的事情 就会不攻自破 因为对方可能跟你讲 没有这回事 那人说 那当事人他一定讲没有啊 对啊没有错啊 问题之间是 到底关我们什么事啊 就是他都讲没有了 我们为什么还要努力去 还要努力的去帮他散步 他说没有那就没有了 那当然如果我们的 职责是记者 那又不一样 记者可能就是 他说没有我就据实记载 那别人说有我也就据实记载 我做到平衡报道的角度 但无论如何 像比如说是记者 他最基本的 也是要做查证的功夫 跟本人查证 听听看本人的说法 而不是说只是听 某些人说 那种听说 往往是最不靠谱的 因为听到最后面 往往经过三首四首 好那问题就来了 很多时候呢 当我们不小心用听说两个字 或者是我们看到某一个讯息 网路上的讯息都不一定真的 这不能当依据 例如说我现在在看文章 看到一篇文章 我说这个某某某 做了什么坏事 这时候呢 我大肆的去散步 例如说我在脸书上 就直接这样写 或是呢 甚至我就到处跟朋友这样说 那么这样的一个 这个这样的一个行为呢 如果这个当事人真的去提告 那提告以后 我们就到地检署去了 警察官就会问我们说 请问你啊 你是什么依据啊 怎么会说人家这样子 那我们就讲说 这个我是看网路文章的 这个上面 这个文章上面写得清清楚 来源在这里 付给警察官 这样能不能脱罪 不行哦 为什么不能脱罪 因为你看到了一个讯息 你一定是有消息来源嘛 但这个消息来源 是不是一个值得信任 值得依赖的权威性的消息来源 你说看到网路文章 这可能不见得是权威跟信赖 必须要再去做进一步 我刚讲 要讲别人坏话 先去做基本查证 那么有没有跟当事人查证过 有没有问过 那如果都没有 直接就这样散步出去 但对于对方来讲 就会造成某种程度上的伤害 那这个伤害 当然看对方在不在意 有些公众人物其实平常 到处都被人家骂 有好的一定有坏的 这个坏的呢 可能是不同角度的看法 可能是意识形态的看法 可能就是单纯 不喜欢他某件事 说我连带也讨厌他其他事 这不管啊 总之很多时候 在网路上这样的批评评论 都是一个所谓的 用自己的角度 去看这件事情 所导致的结果 所以当一个公众人物 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要不要一笑自知 那当然就看这个 公众人物的度量 或者看这个 公众人物的想法 如果他觉得说 我放弃 那就放弃 如果他觉得要追究 那也是他的权利 也应该要尊重 这个部分是我们看到的说 就公然武路跟诽谤追 这种听说 可能会造成的问题 那当然 我们讲说就 有一些情绪性的用语来讲 我们当然希望听众朋友 还是尽量能够去避免 因为有时候 乘一十字块会很麻烦 这个部分当然在局证上 不见得很容易 不过呢 如果能够闹到地检署的 往往对方都已经有准备 我曾经遇过一个情况 有人问我说 他说 律师啊 我在公司里面 被长官性骚扰 那这个部分我应该怎么办 那我就问 我就跟他讲说 你就收证啊 他说我要怎么收证 都已经做过了 我之前我没有留证据 我就这样跟他讲 我就笑笑跟他讲说 你放心会再继续 为什么呢 因为通常会做这种事的人 他会一而再再而散 他不会只有一次 而且他会死谁之位 那这是性骚扰 可是就情绪控管来讲的 共然五路 很多人 他在情绪上 嘴巴就是管不住 很容易就是冲口而出说 啊 你是什么样的东西 或你是什么东西 或你是什么样的人 他就会用这种 比较评价低劣的字眼 去骂对方 那当他用评价低劣的字眼 去骂对方的时候 其实这个人 就是被骂的这个人 为什么会有录音 我们自己就要想想看 如果我们是贫水相逢 如果我们其实不太熟 为什么对方会知道 带一个录音笔 随身攜带 可见呢 对方可能对我们 早就了如指掌 他知道我们在暴怒的时候 他知道我们在生气的时候 容易会讲出三字经 或者容易讲出这种比较 跟一般的人的标准 比较起来比较低俗的话 会去评价别人 贬低别人 那这时候对方早就有心理准备 他当然就会做录音的动作 而不是说今天只有一次我会被录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特别在跟对方吵架的时候 早就知道说我们去就是会吵架 或者早知道就是会有一些问题的时候 自己哦 我常提醒哦 如果真的脾气很差 自己真的知道脾气很差 最好的方式 当然不要跟人家正面冲突啦 就是修养心性啦 不过讲这修养心性可能太唱高调了 比较务实一点就是自己随身带一支录音笔 那录什么呢 就是提醒自己哦 你现在讲话要小心 因为你当作自己在替自己录音 所以呢 如果今天你讲出一个什么样的不堪录耳的话 将来 这个东西是会有记录的 提醒自己说 时时刻刻要保持这样的一种习惯 那可能过了这样的练习过了一个月 两个月三个月 或许自己慢慢的习性会做一些调整 如果自己不做调整的话 只要遇到什么事情 就习惯用扁低的字眼去攻击对方 那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哦 这是提醒听众朋友 不过当然啦 我们刚刚既然讲公然五路 公然五路 公然一定要是在公开场合 这个公开场合一般来说 我们所指的是 可能这个场所必须要是公众场所 或是说这里面的人 他是不特定的多数人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比较有可能会构成所有的公然五路 所以呢 我曾经看过一个案例 它的情况是这样 老板呢叫员工进去 然后办公室门关起来 关起来之后呢 老板在里面骂他的员工 说你是猪啊 你能力有没有差啊 骂完以后呢 这个员工就告老板公然五路 后来这个老板不起诉 原因就是因为 他的门是关起来的 而他的隔音设备还不错 外面人没听到 那问题是 这个门呢 如果当时是打开的 可能那个结果就不一样 因为当这个门如果是打开的 那么外面的人有听到的时候 这个部分可能就会变成是 所谓的公然五路罪了 同样一个行为 门关不关就有差别 那另外一种情况是 我们常遇到 电视剧里面最常看到的就泼水 好 例如说 会开一开的时候呢 我们拿这个杯子的水 往对方脸上泼 或是说呢 对对方吐口水 这个都很不好的习惯 或者是拿这个 字条啊 或者是什么纸啊 揉成一团 对方脸上丢 打对方耳光 这种其实也是列入 最轻哦 是所谓的以强暴犯犯 公然五路 或是甚至会有可能是伤害罪 例如说 打对方耳光 如果让对方受伤 那这个当然脸红肿啊 甚至说可能流血啊 这可能就会有所谓的伤害 普通伤害罪的问题 就已经不是 所谓强暴行公然五路的 这样的罪嫌 可是我刚想像刚泼水 这样的情况 泼水这种 或是说吐对方口水这种 这种情况就是 以强暴犯公然五路 这个罪 一样是列入公然五路 但是 这个罪行就大幅的提高 它也变成是一年以下 跟这个诽谤罪是一样的 因为 我们可能认为说 用这样的行为去 污辱对方哦 已经逾越了说 情绪性 控管不佳的问题 因为往下走 可能就会变成伤害罪了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法律对这个评价 当然就比较严格哦 所以说呢 其实我们必须要注意哦 我们现代人 脸书啊 或者网路啊 用的都非常的频繁 一定要特别小心啊 在用文字上哦 要特别注意 那么当然 呃刚刚讲听说哦 除了这个公然五路之外 我们讲听说的部分就是说 要怎么样能够去 让自己哦 如果真的是不小心讲了这些事情 要怎么办哦 我刚讲第一个要查证嘛 查证是一定要的哦 如果真的不能查证 或者说这个东西呢 我们常听到一句话叫做 可受公平的事项 可受公平的事项 基本上也有可能可以 不被处罚啦 那这种可受公平的事项 一般而言 我们所讲的都是 公共事务 好 例如说 呃台北市政府的监督 或者是中央政府的监督 立法院的运作 等等 这种公共事务 或者是呢 这个人他本身是公众人物 所以我们常讲哦 公众人物 公共事务等等 法院对这部分的言论自由 是放比较宽的 他认为其实是 呃 应该要尽量去容忍 这是第一种 比较例外的情况 第二种比较例外的情况就是 如果在法庭上 常常会有人在法庭上哦 会直接提告 那个部分其实也还好 为什么 在法庭上可能 对方两边讲话 对方有的时候 讲的根本都是谎话 甚至指责自己不好 他讲的全部都是虚假的 离婚官司特别多啦 或者呢 可能会有一些情况是 呃 当事人他在讲话的时候 他用比较激动的字眼 去骂对方 你无耻 你骗子 之类 这种常在诉讼上常见 这种我们法律上 也放比较宽 因为他会觉得说 啊你们就在诉讼啦 诉讼的时候哦 因为你自己自卫 自辩 等等 自己要辩护自己 这种方式的时候 其实 我们也会认为说 这个部分比较属于 善意发表言论 我们不见得会去做 所谓的刚刚讲到 这样的情况哦 就是涉及到公然侮辱 或者涉及到诽谤 那这部分 其实是我们法律 对于这个言论自由上 做的保障啦 总之哦 防害民欲罪这样的一个罪章 其实是法律在考量 言论自由 跟个人的这种 权力上面的一种平衡 那到底这个东西 要放到多宽 近年来 其实我们对于公众人物的 要求越来越严格 变成这部分 公众人物的保障 是比较少的 相反的 一般民众的保障 可能还是存在 所以我们如果是日常生活当中 在跟亲朋好友在互动的时候 或是跟不认识的人在互动 而这个不认识的人 不是公众人物的时候 最好小心一点 不要看到人家说 他在骂某某人 我们就下面按个赞 或是跟他附和说 禽兽 禽兽不如 这样 这样都不好 因为你不认识人 你不需要去这样 去攻击对方 那这个是 提引听用朋友 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在这种事情上 我们尽量去休养自己啦 那如果说真的被告的话 其实也不要太紧张 因为有些东西 我们其实是可以做合法的 主张跟辩护 不至于一定会有事 只是下次要提醒自己 休养上面要再提升一些 好 那么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在关于 妨害民意的部分 我们先介绍到这里 那么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 我们开放call in 我们电话是 0283693398 0283693398 我们待会见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酒吧法律事务所 我是吕秋元 我们接下来来听 听众朋友的电话 我们电话号码 是0283693398 我们接听第一位 林先生 林先生你好 律师你好 是你好 跟律师请教一个问题 关于这个分配表 意义支付 那就是我是债权人 是 那申请强制执行 是 那已经有就是执行之后 有做那个分配表 是 分配表做出来之后 那个债务人那边 他就提了这个分配表 意义支付 是 那现在过了几个月之后 那债务人那边败诉 是 那债权人这边 要做什么样的动作 比如说要去跟那个法院 要去提什么承报 或者什么 才能够让那个分配 继续进行 你要看对方有没有上诉啊 他败诉也还有上诉的机会 判决确定了吗 因为过程当中 那个法官一直是叫他撤了 因为他的他的 他的主要的一个论点 就是说那个败权评证失效 对啊 那其实是没有失效嘛 那我想说 他应该再提上上诉的 这个机会应该不大 不大那您就等判决确定之后 你把这个判决确定证明书 呈报给民事执行处 是 那民事执行处就会继续续行 它的分配 就是原本的那个 对对对 那是要写什么状 那是要写什么状 承报状啊 承报状 然后付那个 付那个确定判决证明 证明跟 是什么 要另外申请 你要另外申请 因为你一整判决 比如说你个判决书出来 对不对 他不见得是确定判决啊 是 所以等到上诉期间 届满之后 是 您就去那个 就是申请一张 确定判决证明书 那是跟那个 判的那个法院那边 是的 是的 这样子 对 好 那那个上诉期间 过了以后才可以申请 当然啊 上诉期间没过 就还没确定啊 是是 好 谢谢你 好 谢谢你 拜拜 OK 那我们欢迎下一位 陈先生 陈先生你好 喂 喂 喂 您说 请说 您在线上 陈先生你好 陈先生你好 因为我现在有一个房客 他签我房租 那我想请他签本票 他说他没有那么多 一次没有签还我 他说过一阵子 发钱就会下来 那他就说 答应说要签本票 那我本票要怎么签 他签你多久了 他说万一他不还钱的话 本票才一定要怎么做 没有 他签你多久了 我现在不怕他签你房租 我怕他不搬走啊 不搬怎么问题才大啊 他说要搬那个不准啊 没搬之前都不算啊 他签您房租签多久了 签差不多六个月了 扣掉那个押金 那你怎么没有告啊 有 也告啊 他那天也 他有 他有说要 要搬 可是我还是去提告 那当然 因为你们租约没有公证 对不对 对对对 下次记得租约公证啊 就是约定那个 如果两期租金不缴 就可以进行强制执行 这个你记得要做公证 要不然你提告 其实那个诉讼费用很高 然后现在呢 反正已经都这样了 我们就这样来处理 你现在提告嘛 法院开庭没有 调解没有 还没开始啊 你等那个调解 对你等那个调解 当然如果他能够 就你不要因为他签了本票 你就测速哦 你就等调解 调解的时候呢 当场在调解委员前面 做成调解笔录 因为那会有强制执行力 你就跟他约好说 来现在是九月 我限你十月底以前搬走 愿不愿意 我再给你一个月找房子 然后呢 你要几月几号前 补我多少房租 那这个部分的话 你在调解笔录上载名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与此同时 如果他愿意签 那更好 愿意签 你请他签本票 那本票呢 倒也没什么 本票就是 你记得 上面呢 他要当然要 记载他的发票日 或记载他的到期日 发票日最少一定要有 如果你没有到期日 至少要有发票日 因为那会计算 那会变成你本票 有效无效的 一个重要依据 然后对方要在上面签名 然后金额要写名 这样就可以了 等一下 我再问 你刚才说要签名 对不对 然后还有他的提出 给我吧 对不对 没有啊 就是本票上面 就是写金额嘛 他自己签名嘛 然后身份证 跟那个什么 户籍住址 那可写可不写 我宁愿你印一张 他的身份证 影本还比较实际啦 本票上 没有记载 然后我还请他盖手印 那个OK啦 那个有盖就盖 那这更好就是 没有什么更好 本票刚讲 生肖要件 就这几个 金额 发票日 签名 你上面 请他写清楚 这样就好了 因为我那时候 对不对 不要写身份证 跟盖手印 同名同姓的人 那么多 好了这个写也很好啦 这个没有问题 那就更好 就是比较不会有问题 这也没有问题啦 你就是总之把它写好 写好之后 如果到时候戒期他不付 那你就去申请本票裁定 可是呢 你不用等到那一天 因为你的调解 可能会比较快出现 那当调解出现 他来了 你直接叫他写调节笔录就好啦 那个比本票裁定还有用 还快 他本票已经先写了啦 OKOK那就好啦 我后来还是担心 因为他不搬 所以那个撞嘴 我还是会给他递 我觉得 这个东西 本票写的 不代表他会搬 而且他就是没钱 所以我觉得 你还是到调解庭 就是调解里面 法院会开一个调解庭 你在调解委员前面 跟法官前面 做成调解笔录 比较实际 好不好 因为那个可以直接请他搬 调解的效率会比那个本票裁定还更好更快的 不是 本票裁定你只能拿钱啊 他没有钱你是一场空啊 对不对 可是重点我们现在不是钱的问题 我想 房东其实最讨厌的事情不见得是钱 是你什么时候要搬走 所以呢 今天的重点是他要不要搬走 那调解笔录 你可以定一个调解笔录 在上面展明说 他几月几号以前要搬走 对不对 那那一天到他还没搬走 你就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啊 这比较重要啊 我知道 因为本票总不能说我什么时候要搬走 那个不重要啊 对不对 喂 是 如果他搬走以后 他因为他本 他知道说 我如果他欠了租金的本票 跟那个押金的话 我可以再跟他 从押金里面扣掉利息 跟当初我 自己的纯正性感的那些利用啊 你们自己怎么讲 讲好就好了啊 其实我觉得 当然有啦 但是事到如今 事到如今 你要想两个问题 第一个 他可能没钱 对 第二个 其实他没钱以外 他的重点是搬 你真的你要记得 重点是叫他搬 先得他搬 就在谈价 对啦 那个比较重要 那个比谈钱要重要 到时候他会跟你在钱上面讨价玩家 说他不搬 你反而痛苦 钱有时候能让 钱能解决的事 能让你就让啦 重点是他不要赞助你房子 不要破坏你房子 不要到时候搞一堆有的没有的 比较熟 我们那个楼梯间啊 会土檳榔汁啊 丢垃圾 然后从开关那里破坏掉 就是 总共就是跟我讲说 好像有那种窃取宫殿的那种情况 然后他他进入那个偏门的时候 把那个偏门破坏掉 然后还有就是常常会三五成群啊 然后染头发行径不佳 然后对那个保全人员非常不客气的那个行为啊 甚至于就是有做事要打人的状况 那总共就是跟我讲说 说那个委员会决定说 如果他们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房东要有连带责任啊 有这样子的规定吗 没有啊 连带责任就不是他判断的 我跟你讲哦 有没有连带责任 通常是讲说 你这个人跟他之间 有没有监督跟被监督的关系 我房东哪有监督跟被监督的关系啊 就是房东跟房客之间 不会有这个关系的 我现在比较 我觉得第一个事情应该是这样 他窃电他毁损 毁损公务嘛 这个部分管委会应该去告他 怎么会去跟房东抱怨说 你要负连带责任 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 行为人是房客嘛 应该去处罚房客嘛 那你说房东有什么责任 房东其实在这个事情上面 他如果能遇见这种事情 我想没有房东会愿意租给这个人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会认为说 他要去主张说 房东要负连带责任 我想将来在诉讼上 他站不住脚啦 我现在比较 如果就房东的立场 来看这件事情的话 会变成说 第一个你可能要担心 自己房租接下来能不能收得到 他已经从去年开始到现在 就是一整年 五个月从来没有缴亲过 那为什么你还对他 他说什么 他是弱势家庭 所以你就让他继续不缴 外婆就是怎么讲 就是隔代教养嘛 三个小孩嘛 然后他们就是有一个读大学 然后一个今年高中当刚毕业 但是那个哥哥就是 长生没有读书 也没有工作的那一个 啊所以呢 跟你有什么关系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才会五个月这么久 等一下啦 这个人跟你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你纯粹只是可怜 就是他的身世坎坷 我想说弱势家庭 就是要小孩完成教育 好啊 那你就继续照顾他 但是就是一个不定时照待 我没办法三个月五个月 那你就不要照顾他 你又不是他妈 你不能管那么多事啊 是吧 你今天你如果真的觉得 好我要同情他 那你就继续照顾他 但是他也要给你相对应的尊重啊 五个月没付房租了 你最起码念他两句说 喂 啊你也稍微不要这样嘛 人家都要告你了 是不是 啊如果第二种情况就是 你就是公事公办 你不能一下子 可怜他的时候就随便 然后影响到别人的时候 就公事公办 你不能这样选择立场啊 不是说随便 我一直一直有跟他外公 然后跟他那个外婆讲 结果没想到外公竟然回我说 小朋友要有朋友啊 我不能禁止他带朋友来啊 那你说我怎么办 你跟他讲说对 但你那你起码可以禁止他犯法啊 你不教的话就是国家来教啊 对不对 他说他那个小孩子就是未成年以前 已经经过一次 好啦那你自己决定好不好 了解 我就跟你讲你的法律上 你不一定要负连带责任 可是如果你到现在为止 你已经可预见他会做这些事 他又欠你五个月房租 你应该赶快做了断 是的 我怕后面的问题会越多 例如说他可能利用你的住宅 如果有什么犯罪行为 那这时候或者是有一些 可能比较遗憾的事情发生 你到时候你很难办 你自己要想清楚 好不好 谢谢你啊 加油拜拜 哎呀这种房东跟房客的事 就是很麻烦啊 我觉得房东要负担那么多责任 倒不如自己要想清楚 如果这个人跟你是亲属关系 或是你真的真的是 一个很善良的人 你希望帮助别人 那也要这个人值得帮助 一定要想清楚 我们同情心不能随便给人家 要在一定的范围内 觉得自己承担得起 风险我们控制得住 我们才去做这件事 不然以后发生遗憾 其实对于大家都不好 不是对自己不好而已 好吗 好 那我们时间的关系 先休息一下 广告后来继续接近电话 0283693398 我们待会见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酒吧法律事务所 我是吕秋元 我们继续来接近 你听众朋友的电话 我们电话是0283693398 我们欢迎下一位叶先生 叶先生你好 是 请问一下 是 我是社区的住户 是 那我对于管委会的主委 提伪造文书的告诉 是 那7月底的时候 已经接到地院检察署 刑事的传票 是 接受那个检察官 检察事务官的询问 是 那我想问一下 这种案子后面还要走什么样的程序 这个不好说 这个应该是这样讲 检察官 他是检察官的助手 他可能会要求你们会先准备相关的资料 例如说 你指控主委伪造文书 那么证据在哪里 有多少资料 你再补给他 反正当庭的时候 检察官都会交代你们说 你们各自回去要做的功课 然后你们就回去做 那有的检察官他会习惯 先给你定一个停旗 就你几周内要承报 然后有的检察官会说 好那就等你们承报 我再定停旗 所以这个时间不一定 地检署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 他的侦查不公开 一切都以检察官跟检察官 他们一起在调查这件案件的时候 他们觉得调查的差不多了 就会从他自转侦置 然后或者是直接就侦置以后结案 不管是起诉或不起诉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事情 你如果问我要多久 我跟你讲地检署我遇过 一告三个月四个月起诉 也有遇过三年都还在办 这个真的不好说 我自己遇过最长的是三年多 换了好多检察官 因为检察官九月份调动 然后就换一个新的 重来一次 然后一调查开一次停之后 又停了三个月 然后下一次开庭已经是三四个月后了 然后结果又到了九月又再 又再来换一个检察官 这个很难讲啦 所以这个案子在检察官这个层次 就会close掉是 不一定啊 不会到法院去 起诉的话 就会到法院去啊 不起诉当然就是 你可以有权力请求在意嘛 OK 像高检署请求在意 那如果起不起诉 那现在因为检察官他们问完之后 回来也没叫我们做什么事啦 那之后是不是检察官还会 找两兆或三兆啊 不一定 也不一定 我想这种事情千变万化 他还有可能突然说 你们要不要去调解 他也会 他也有可能 下次开庭的时候问你们说 哎呀这个就社区里面的事情嘛 大家就调解一下嘛 就把你们 就问你们两边的意见 要不要调解 就送移送调解 也说不定 或者是检察官可能就只传一方 去问 因为他有事实要调查 只问一方 那下一次再问另外一方 这都有可能 这个侦查不公开 每个检察官的调查风格都不一样 这比较不好说 请问一下那个伪造文书罪 里面是不是有伪造跟变造 这两个东西在这里面 那变造是有什么要件呢 变造例如说 我随便举个例子 假设一个管委会的这个公文 那我不是有权合法的人 我在上面用方式去做土改 那这个就是变造啦 是 对啊 那我举个例子 如果说主席或是主任委员 在会议当中 讲明了说要辞职 要这个总案是列入会议记录 那之后的会议记录里面 没有这个东西 这不见得是变造 不见得是变造 漏仔可不可以 那么意思吧 我就没记到嘛 对啊 这个东西不好说啦 不好说 对 好 再想一想好不好 好 谢谢你 好 谢谢叶先生 拜拜 OK 那我们邀请下一位林小姐 林小姐请说 律师请问一下 如果是我们碰到的那个二邻居 就是说他的管理会都不交 然后呢 他就把他的家弄得很臭 我们只要一回家 一打开窗 一打开门了 那股臭味就冲出来 那我们怎么办 第一个就是 他的管理费不交的部分 先请管委会告他 管委会必须要先 就是请求他给付这些费用 然后另外这个部分呢 就是请求他改善 因为他已经二十几年不交了 二十几年不交 然后 公寓大厦管理条例 也才实施二十几年 那他不就开天PT以来 都没交过 对啊 没交过你们 为什么对他那么好 要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告他怎么办 你都懂得打 他要问律师了 去哪里告 法院啊 法院干 对啊 你要请 你要 你们没有管委会 没有耶 你们没有管委会 何来的管理费 不是啦 你们有没有管委会啦 有有有 你刚讲没有 现在有 到底有没有 有啦 我们祝福轮流啦 轮流那就是有嘛 对对对 那有的话 那就是管委会主委 赶快去告他 可以请求这五年来的管理 到法院是谁 到法院 你先解决这个问题啦 好不好 他不交的话 对后面 你还可以给他强劲哲习 那这个二臭的问题 我们如果是要 二臭的问题 你先打1999 对不对 1999 请那个 你是住新北台北 台北 请台北市政府来处理 对 就是环保局这边来检测一下 到底是不是有问题 然后 然后这部分呢 到后面 如果真的不行 你再用管委会名义 再对他到法院去提告 以后再说了 你现在先 把管理 管委会的那个 我们 他欠我们的管理费 先要回来吧 大家都搅就他不搅 你不觉得这不公平吗 你们还让二十几年不搅 对啊 对啊 赶快去告好不好 谢谢 拜拜 遇到恶邻居真的很麻烦 我跟你讲 这个要告 就是有时候我觉得 如果我们发现 真的住户有这个问题的话 该处理要 当机立断 不然我们想说 有所谓的破窗理论 一个不搅 大家看这个东西好欺负 大家都不搅 那公益大家管理条例所 要规范的公益目的 就达不到了 因为没有裁员怎么做事 所以呢 该做的 该处理的 要当机立断 好好处理 好 那么时间的关系 我想今天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 今天的收听 我是旅秋元 我们下周见